欢迎来到梦TV新闻频道 我是裴兰英 这是今天的主要新闻 于怨起并为求让我走于天不舍 一建议 用到这要该放手 于天二女儿于怨起抗癌多年 近期传出病情恶化 全家人都相当担忧 于天更在接受媒体联访时透露 于怨起在历经昏迷战时清醒后 匕首室表示让我走 于天不舍表示绝不放弃 有专业医师建议 如果治疗药物用到第四线甚至第五线时 就是家人该放手的时候 消息人士透露 于怨起目前仍在北融合病毒搏抖 39岁的他2014年 因为直肠癌第三期开始治疗之路 8年来接受过超过70次的化疗 这次因病况恶化住进医院 医师于18日发出病危通知 医疗团队将重点摆在减痛照护 希望帮于怨起减缓疼痛 而于天透露 于怨起已经签下放弃急救同意书 于天20日带于怨起小孩到医院探望 向爱女表示不会放弃你 于怨起也回应愿意努力 据报道 嗅传癌症医院院长张正雄表示 这几年医疗进步 标靶药物治疗让家属燃起希望 认为治疗无效再换方式就好 不过如果治疗药物用到第三 第四现实代表能让病人存活的时间越短 这时就建议让安宁团队介入 安排安宁照护 心理师等资源 让病人和家属提早面对 调试心情 张正雄说 安宁疗护 Hospice Care 不是安乐死更不是放弃 而是提供重症病人症状缓解 同时改善病人和家属的生活品质 张正雄说 看过临床许多案例是因为家属不舍病患离去 让病患用呼吸器 全身插管 不仅病患痛苦家属也难熬 因此会建议 如果要误用到第四线甚至第五线的时候 这时最多只能延长不到半年的生命 建议放手提早让安宁团队介入 让病患和家属都得到良好的照顾 感谢您收看MaoTV新闻频道 记得点赞 分享和关注 每天更新最新消息 在评论部分 让我知道你的想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